穿进豪门玛丽苏文 女主夹道中落 正在被反派羞辱 反派一脸恶劣地说 亲我一口 一百万 我冲上去抱着她 呼了马脸口红 茶嘻嘻说 哥哥 我不会把你亲破产吧 你 穷得想报警的第701天 我穿梳了 豪门玛丽苏文 我穿成夹道中落的大小姐 但夹道落不落 其实无关紧要 毕竟这是本玛丽苏文 所有男人都爱我是基本标配 看过全书的我愿称其为 女主和她的一种舔狗 眼前这只 是全书唯一不舔的狗 也是书中最大的反派 秦潇 秦潇后靠以背 姿态慵懒 指尖寒然着一根烟 她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两秒 雨带嘲弄 我们的江大小姐怎么成这样了 旁人会议 当即附和 江家垮台 要债的人把江家门槛都踏破了吧 看来没钱的日子不好过呀 好歹同学一场 江秘你求求我 没准我还能施舍你点呢 秦潇吃笑一声 漫不经心谈了谈烟灰 怎么着 你要不要求她一下 包间内笑声更大 这样吧 秦潇四妥协颁开口 求人对你来说应该挺难的 不知道亲人怎么样 她视线环顾在场所有人 亲这里任意一个人 包括我 亲一口 一百万 她说 欢呼声顺起 我甚至能从他们的眼神中分辨出 雀跃 紧张 期待 兴奋 以及秦潇的冷漠 原书中 女主不堪受辱 修奋离去 但我不是原书女主 我是穷鬼 回望我过去人生的七千零一天 还有比这来钱更快的时候吗 没有 我顶着所有人的视线 朝秦潇走过去 还顺势坐在了她的腿上 双手环抱着她的脖梗 包箱其他人 快惊掉下巴 我看向秦潇 轻声细语 你说话算数吗 她略一瞟眉 当然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捧着她的脸 抱着她的头 像盖章那样 迫不及待把唇印呼了她一脸 一边胡还 一边在心里默念 一百万 一百万 又一百万 包箱内越来越静 最终静到 只剩下我亲吻 秦潇脸颊发出的声音 挺羞人的 我后之后觉得感到窘迫 但还是不愿就此放过这个机会 鼓足勇气又多亲了几口 这才松开她 秦潇人直接傻了 或者说 包箱里的人全傻了 室内静得落真可闻 我悠然起身 淡定理了李裙摆 然后抬起手背擦了擦唇 秦潇目瞪口呆望着我 你你你你 我怕他要赖账 故意查兮兮的说 哥哥 我不会把你亲破产了吧 笑话 秦潇一秒正经 你就是把嘴贴我脸上一辈子 我也付得起 我像征信的鼓了鼓掌 那付钱吧 秦潇别开眼 骨节分明的手扯散领口 然后傲娇给助理拨去电话 拿支票来 其实他这模样蛮好笑的 毕竟他满脸还呼着口红 再怎么装若无其事 那也还是却有此事的样子 我强忍着才没笑出声 等支票的过程中 秦潇突然问我 亲了多少下 还记得吗 我去向他 他不自在地一开视线 没别的意思 毕竟这涉及到金额 我摇摇头 他又将视线转向其他人 其他人跟着摇头 秦潇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那只能调监控看看了 监控最终被秦潇来来回回看了五遍 如此谨慎地确认过后 他才将签好的支票递给我 绝 还是个小气鬼 二 离开包厢 我揣着怀里 三千五百万巨款的支票发愣 钱从未来得如此简单 以至于我还在怀疑 刚才是不是做梦 我正想掐自己两下 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攻略秦潇进度百分之五 我愣了愣 什么意思 系统兴奋告知 秦潇好感值上涨到百分之一百十 你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不 我不要回去 我抗拒到 在原来的世界里我穷得要死 这里随随便便就是三千五百万 每个世界更好混 一目了然 更何况 我还想走走感情戏呢 所有男人都爱我 各类帅哥任我调戏 这不比爽文来得爽吗 系统为难 这个 这个 我想出一个办法 我不攻略秦潇了 他好感度永远停留在百分之五 我就永远回不去了 对对吧 系统再度 这个 这个 我为自己的机制点赞 叮 规则更改 系统的声音欢快响起 秦潇好感度达到百分之一百十 你就能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了 我足足沉默了五秒 才找回声音 你闹着玩呢 系统坏坏地说 规则已经更改 攻略限时一个月 你接下来要加油哟 许世看出我的无语 系统又到 三千五百万呢 我瞬间醒神 没什么比穷更可怕 我一定要在一个月内拿下秦潇 可我一想起原书剧情 我又头疼 秦潇这个又拽又傲的自恋狂 我凭什么让他在一个月内爱上我呀 刚才他怎么长了百分之五的好感 系统 他在看监控 我小心翼翼地祈求 能不能安排他看上三天三夜 这得看他的个人意愿 但秦潇的个人意愿似乎非常强烈 第二天 我去银行兑换支票时 秦潇的好感值已经涨到了百分之十三 据系统说 他看了一晚上的监控 我想起包间里那张屁腻一切的脸 不由得嗤笑一声 呵 男人 支票兑换成功 我的银行卡里多了三千五百万 我正愁去哪个地方疯狂消费一下 秦潇打来电话 他说话腔调一如既往的傲慢无理 听说我们将大小节很缺钱啊 我不耐烦地说 说人话 秦潇愣了两秒 假扮我女朋友一个月 条件任你开 我惊讶 对话系统 原书里好像没这剧情啊 系统 是的 原书剧情已经彻底乱套了 你们可以随意发挥 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吗 我正愁没机会和秦潇多接触呢 秦潇等久了 似乎不耐烦 怎么 不想 我想的 我故作温柔小意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罢了 这个你不用管 秦潇声音冷冷的 你只要知道 接下来一个月你是我女朋友就行了 我装乖 好的 哥哥 秦潇火速挂了电话 紧接着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 秦潇好感值上涨两个点 当前好感值15% 我再度吃笑一声 呵 男人 三 秦潇挂断电话后 给我发来一个地址 到这里来 我扫了一眼 收起手机 然后打车前往市区最大的商场 系统惊讶 不去吗 不急 系统提醒 一个月内攻略不成功的话 是有可能被逐出世界的哦 我觉得 就他这看一晚上 监控都能涨13个好感点的程度 不至于不成功 系统沉默 况且 对秦潇这样的人 不能太上赶着 书中对秦潇描述最多的 就是自恋 他自恋甚至到了自傲的程度 觉得这世上没有女人能配得上他 所以他不济女色 哪怕是面对女主这样的绝世大美女 他也绝不动心 于是他就混成了全书最大反派 但我穿过来对他框框一顿亲厚 他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哪有自恋狂看一晚上监控 能涨13点好感值的 他总不至于是对视频里的自己心动了吧 我猜秦潇这人没准喜欢别人来强的 换句话说 他可能有点M倾向 为了好感值 我决定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在商场疯狂扫荡三小时后 我终于想起被我遗忘的秦潇 拜托商场工作人员将东西送回江家 我又打了一辆车 前往秦潇所说的地点 等我到那时 聚会已经到了后半场 我小跑到秦潇面前 微微喘着气 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他嫌弃道 怎么这么晚 去给你挑礼物了 我把配货买的领带夹和手表推到他面前 并说挑了很久 希望你能喜欢 秦潇去我一眼 然后环顾四周 现在信了吧 你们口中的女神 爱我爱得要死 昨晚还 他择了一声 似是不耐 不过看待他确实爱我的份上 我不和他计较 他昨晚和我表白了 我也已经答应了 秦潇牵起我垂在身侧的手 江蜜现在是我女朋友 周围一阵稀气声 显然 秦潇很享受这样的时刻 此时我才明白 他要我假扮他女朋友的原因 他要装逼 用我来衬托他 还是那个自恋狂没错 为了验证猜想 我决定忍下他这小儿科行为 我洋装羞懒地垂下头 然后偷偷看他 就像是秦宿堆叠到 再也忍不住一般 我撑着他的肩膀 点起脚尖 凑上去吻了他一下 吻在嘴唇 轻轻一下 秦潇愣住了 然后脸颊和耳朵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红 他嘴上嫌弃说着 大庭广众之下 像什么样子 但我分明听到 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秦潇好感值上涨五个点 当前好感值20% 我没忍住 笑了一声 这人果然喜欢来强的 四 为了好感值 我在秦潇好友面前 给足他面子 贴心扮演爱他之身的女友角色 他表面上很受用 但好感值毫无波动 正当我怀疑 是不是只有霸王硬上弓 才能找好感时 秦潇将我拉到别墅一角 他靠着墙 双腿随性交叉站着 暴毙看我 其实你喜欢我对吧 我猜他不需要我的回答 顺从本心说 不喜欢 别装了 他全然不信 一脸鄙夷 一看你就爱我爱得要死 我没忍住在心底 骂了一句自恋狂 你不需要知道 秦潇依旧是一脸傲娇 你只要知道 我讨厌你就行了 神经病 我无奈对话系统 他为什么讨厌我 系统给出答案 新生舞会上 他邀请你跳第一支舞 被你拒绝了 就这 我惊讶于秦潇的小肚鸡肠 郁闷几秒 却又猛然意识到另一个问题 我记得书里没这段啊 书中只描写 秦潇对女主反感 但反感是因为什么 完全没解释 系统 是的 因为他现在生他成男主了 所以人设更丰满了 我更小声地骂了一句 神经病 这次骂的是系统 系统 我能听见哦 我皮笑若不笑 就是骂给你听的呢 听不见不就白骂了吗 系统 同样神经的秦潇还在发电 希望你能清楚 我们只是扮演关系 非必要场合 请和我保持距离 我呵呵两声 请问现在是非必要场合吗 是 他说 我扭头就走 走之前还不忘说一声 那我从现在开始保持距离哦 那晚直到聚会散场 我都没再和秦潇说一句话 明眼人都以为我和他在冷战 但其实不是 我只是在故意刺激他 像秦潇这种 有点受虑倾向的男人 就该在适当的时候冷着他 让他抓心脑干的介意 然后蹭蹭长好感值 在我送走第七位 前来搭讪的男人时 秦潇的好感值 也终于长到了27% 他像是再也忍不住般 走到我面前说 走 送你回去 我一言跟着他走 本以为今晚的好感值 就长到这儿 谁知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我和他刚出别墅大门 就见不远处的坡路上 缓缓驶来一辆纯黑色的劳斯莱斯 我以为是他的车 正要过去 车后座却走出来一个男人 西装革履 面容冷俊 金贵优雅 他从容不迫地朝这儿走来 步履间净显他的稳重成熟 我瞬间意识到 这是男主 原书男主 江明深在灯光下站定 朝我头来目光 江蜜 过来 我愣了愣神 刚要迈步 锤在身侧的手 却叔弟被秦潇钻住 钻紧 他紧绷的声线想在我的头顶 带着命令的意味 江蜜 不准去 五 僵持之际 江明深已经朝这儿走了过来 他目光落在秦潇紧握住我的手 冷笑一声 秦总这种行为 是不是不太妥当 没觉得 秦潇淡然一笑 江蜜现在可是我女朋友 哦 江明深的情绪起伏不大 只说 家里最近出了点事 秘密病急乱投衣也算正常 只是家里的事 秦总终究帮不上忙 男女朋友关系还是算了吧 江明深话里话外的意思都不太客气 两人话语激烈交锋 我顾不上劝架 还在对话系统 我真的不能和江明深发声点什么吗 系统 你得攻略秦潇 可是他真的好帅 系统 你想想书里的他 作为书中的男主 我其实是不太喜欢江明深的 他这人道德感太强 他和女主名利上是兄妹 但他只是江家领养来的孩子 和女主毫无血缘关系 作为兄长 他护着女主 爱着女主 却也碍于兄长的身份 不敢明目张胆地喜欢女主 感情线直到快完结才明朗 虽然是本玛丽苏文 但女主还是因为他受了不少委屈 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我穿书了呀 既然整本书的剧情线都乱套了 难道作为女主的我 感情线不能乱套吗 我试图和系统商量 我也不打算做什么 我就亲他两口 系统无奈 你先顾眼前吧 他俩都快打起来了 我忙醒神 冲一脸冷漠的江明深说 哥 我是自愿和他在一起的 江明深始终认为我是被迫的 站在兄长的角度劝我 秘密 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更何况这种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不必牺牲自己来 话语被秦霄打断 他脸上似有不解 我这种人 敢问江总 我是哪种人 他目光上下打量着江明深 随后说 江氏被你带垮 江家被你拖累 恕我直言 你最没资格评判我是哪种人 似是为了证明自己 秦霄最终将目光转向我 你家的公司 我保了 我瞪大眼 极度惊恶之下 我甚至对话系统 我记得书里 女主家的公司倒完结才好 系统 是的 但现在反派是男主 他不会再从中作梗 也不需要原男主那样的成长期 他直接就很强 所以 所以 一切都变得简单 我开始觉得 攻略秦霄是十分正确的一个决定 秦霄将目光转向江明深 一如既往的傲视 江总还有什么话好说 江明深开口 江蜜 跟我回去 留下 这是秦霄在和我说话 我隐隐秀到修罗场的意味 如果我是原书女主 我或许会选择跟江明深走 但我不是 我身上还背着攻略任务 你回去吧 我想和他在一起 江明深目光轻易看我 眼底黯然 眼神甚至流露出 不属于这一阶段的 超出哥哥对妹妹情感之外的别样倾诉 秦霄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 听见了 江明深最终还是一个人走了 我和秦霄处在原地 风静静吹着 吹散空气中莫名的暧昧 我故意要让秦霄尴尬 提起 现在是要怎样 要我走的是你 要我留下的也是你 留下吧 秦霄叹口气 他转身往一旁的别墅妇楼走 还说 跟我来 我一步一驱 跟在秦霄身后 走出没两步 他又停下 回头重申 但你要记住 我讨厌你 我还没来得及翻白眼 就听系统提醒 秦霄好感值上涨三个点 当前好感值30% 征服了这种嘴硬的自恋狂 六 秦霄最终将我安置在客房 他卧室的隔壁 许是怕我对他意图不轨 临走前他特意提醒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双方互不打扰 知道吗 我只觉得他自恋 真是有病 舒舒服服洗了得早 我躺在客房的大床上 掰着手指 细数我获得的好感值 一天时间就攒到30% 进度算快 但我总觉得 还有更快的方法 没有来的 我想起秦霄临走前的那句话 像他这种嘴硬心软 口是心非的自恋狂 说不要不就是要吗 他就喜欢被人来抢的呀 他特意叮嘱我不要去打扰 那意思不就是 我一定要去打扰吗 我找出系统 如果我现在过去睡了他 好感值能长多少 系统惊呆了 不 不知道 但劝你不要冲动 我却愈发觉得 这个办法可行 从书中人设 极限时观察来看 秦霄分明是个 连女人手都没牵过的小楚男 我要是强睡了他 他的好感值 指不定怎么蹭蹭暴涨呢 心动不如行动 我一个鲤鱼打挺 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敲响了秦霄的房门 秦霄似乎也才洗完澡 裹着浴袍就来开门了 一件事我满脸嫌弃 不是说过 不要来打扰 我要睡你 我大声宣告 秦霄愣住 能看出来他已经愣傻了 我推开他 直接绕进他房间时 他竟也没有伸手阻拦 直到我坐到他卧室的大床 他才后知后觉叱骂一句 你疯了吧 你给我出去 我要睡你 我不要 秦霄似乎怕我对他做些什么 还裹了裹身上的浴袍 才说 我知道 我这样的人 你对我有欲望很正常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你的行为 我不能接受 你理解个屁 你个自恋狂 我往他床上一躺 愧叹 我今晚就是要睡你 秦霄劝说无效 我在床上翻滚一圈 我就要睡你 滚 秦霄怒道 我躺在他床上 听着系统的提示音 差点笑出声来 在我进秦霄房间 这短短的几分钟内 我每说一句我要睡你 秦霄的好感值 就上涨两个点 此时的好感值 已经到了38% 这可比其他方法来得快多了 也简单多了 我撑着手从床上坐起来 故意勾着手指诱惑他 来嘛 睡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要不要试试呢 你真是疯子 秦霄骂完这一句 落荒而逃 伴着系统好感值上涨的提示音 他那慌张失措的背影 知之好笑极了 40% 哈哈 气 秦霄被我吓得好几天 都没敢回家 因为我住在他家 所以他不敢回 见不到面 自然不方便言语骚扰 但线下不行 线上可以 这几天我一有空 就给秦霄发消息 包括但不限于又想你了 在干什么呢 我的小宝贝 今天又是非常喜欢你的一天 今晚回家吗 我等你 等一系列我自己看了 都嫌油腻的短剧 秦霄的回复也很多样 滚 拜托你清醒点 别太喜欢我好吗 再发拉黑了 从回话中能看出 他快被我折腾疯了 但他每次回完我都想笑 因为他的回复 往往和系统提示音一同来到 嘴上说得那么抗拒 系统却每次都提醒 他的好感值上涨一个点 这不就是预据还迎的最佳典范 拜秦霄所赐 我这几天的好感值 已经攒到60% 我对话系统 他这已经是有点喜欢我了吧 系统 是的 但他不会承认的 显然系统也已经看透 秦霄嘴硬新婉的戏码 我淡然一笑 不以为意 没事 我会让他承认的 在商场结束购物 我惯例给秦霄发去消息 我今晚得回江家了 我哥总催我 秦霄半天没回 正当我怀疑他是不是没看见时 他发来几个字 我今晚会回去 言下之意 他都要回家了 我还要走 我当即到 那我不回江家了 顺嘴聊一句 等你 我的亲亲宝贝 秦霄 秦霄 不回去了 看见你这个流氓就心烦 然后系统提醒 秦霄好感值上涨一个点 当前好感值为61% 我有点被他可爱到 无意识地对话系统 秦霄这种小楚男 还挺好玩的哈 系统悠悠道 你玩他玩得也挺开心的哈 我瞬间警醒 不行 我只是一个冷酷的攻略者 怎么能因为他丧失本心 我冷冷重申 告诉系统 也告诫自己 玩到100%就不玩了 绝对不会有爱上他那天 系统 好哟 怎么听着这么敷衍呢 爸 嘴上说着不回家的秦霄 在当晚还是准时准点回到了家 看到我 还嫌弃一句 你不是回江家了吗 如今我对付秦霄已经很有一套 故意说 你要回来 我怎么可能回去 我走到他面前 仰脸看着他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后撤一步 警惕说 说话就说话 你别靠我这么近 我玩耳 然后领着他 走到事先布置好的大厅 进入大厅的秦霄彻底僵住 因为这是按照当初的新生舞会 一比一复刻的 音乐声渐起 我试试然走到秦霄面前 这位同学 能请你跳今晚的第一支舞吗 秦霄呆住 傻住 然后愣愣看我 你知道了 是的 很抱歉 当时拒绝了你 我试图弥补他的心灵创伤 其实是想答应的 但我不太会跳舞 秦霄沉默片刻 最终托起我的手 我和他步入舞池 伴着坚实的舞步和飞扬的裙摆 系统提示音也在持续不断的响起 一舞结束 秦霄的好感值涨到75% 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值 我此时才明白 这段由剧情错乱而衍生出的小插曲 这个本不在书中的厌恶桥段 秦霄本人是真的介意 也是此刻 我也恍然大悟 站在我面前的 不是书中的单一角色秦霄 也不是脸谱化的反派秦霄 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在这个世界 一如过去的我在那个世界 秦霄温和告知 我不讨厌你了 我得寸进尺 那可以睡一下吗 他似是恼羞成怒 面色冷俊 耳垂却红透了 你一个女孩子 你能不能矜持点 睡觉就不矜持吗 我拿他的话呛他 你自己说的 我对你这样的人 有欲望很正常 秦霄被我噎得哽了几秒 最终副手离去 不睡 就 我和秦霄的关系 陷入一种微妙的平衡中 他不再排斥我的靠近 也不再故意躲着我 但他对我的好感值不再长了 无论我怎么逗他 撩拨他 骚扰他 他的好感值都不再长了 停在75% 似乎在宣告这段关系 进入瓶颈期 起初我是不太着急的 毕竟 我以为只要有努力 就会有收获 只要我好好攻略秦霄 好感值也一定会迎来满格的那天 但瓶颈期 给我兜头浇上一盆冷水 我试着询论系统 结果系统 也给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只能自己找突破口 并觉得 或许和秦霄睡上一觉 就是突破口 我开始频繁找秦霄睡觉 可任我软磨 硬泡 撒泼 打滚 什么花招都使劲了 秦霄就是不为所动 他仿佛又变成 那本书中不通人情的反派秦霄 但现在的秦霄 比起反派秦霄 显然更有人情味 起码他的情绪也会崩溃 他会护着自己的裤子 一脸羞愤看我 你再这样 我就锁门了 我也在门框 懒散道 说这么多次 也没见你真锁过 我走进几步 戳穿他 其实你很享受吧 什么 这种我被你迷得要死的时刻 我说 这种我追着你想睡你 而你频频拒绝的时刻 很爽吧 秦霄别开头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睡了 我说 并想 睡觉可能并不是唯一突破口 我宣告 以后我回姜家住 你不用再担心 我对你通谋不轨了 秦霄就这么愣愣的 看着我离去 穿梳以来 我就在姜家住过一晚 也就是把秦霄 红满口红的当晚 那时候 姜家还死气沉沉的 现在能明显感觉到 姜家的气氛不一样了 江副姜母脸上 皆是闲适书心的笑 就连行走间忙碌的佣人 脸上也是一派轻松 姜母将我招到跟前 秘密 这次秦总帮我们这么大忙 我们怎么谢谢他呀 他心甘情愿的 哎 姜甫满脸不同意 秦总助资挽救我们家公司 我们自然该好好谢谢他 要不把我嫁给他 我提议 并觉得 没准结婚是突破口也说不定 本就是随口一说 谁知这话被刚进家门的姜明生听见 不久后 他将我拽往无人角落 你想和秦霄结婚 是 你了解他吗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姜明生满眼痛心的看着我 姜蜜 你怎么能为了家里出卖自己 你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书中的男主 在我眼前 在这一刻 变得面目可憎 我没有来的想 女主也是这样受委屈的吗 那我应该怎样 我抬眼直视此时的姜明生 全心全意喜欢哥哥 在意哥哥和哥哥结婚生子 就是对的吗 我没这么说 姜明生仓皇中扭开了头 也许此时 男主对女主的感情还没觉醒 也许此时 男主对女主的感情还在挣扎 但无论是哪种 我都不想要了 为了打消姜明生的念头 我说 我喜欢秦潇 我要和他在一起 话音刚落 秦潇就出现在视野里 他大概是追着我过来的 身上还穿着那套 我差点扒下来的衣服 引在角落 也不知究竟听到了多少 我正犹豫 要不要和他解释一下 下一秒 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 秦潇好感值上涨五个点 当前好感值80% 我瞬间又惊又喜 原来突破口是真情大告白 十 秦潇最终被江富江母留下 好好招待了一顿 也许是之前那句 嫁给他起了作用 两人完全将秦潇 当成未来女婿看待 嘘寒问暖 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亲近 临走前 秦潇得意洋洋 没少在伯父伯母面前 说我好话吧 不用说你好话 我直白道 财神爷谁都会供着 秦潇哼一声 那也得也有钱才行 这点我真的无法不赞同 秦潇的财力 当真是十分雄厚 我挥挥手 再见了 财神爷 住回江家 陌生的房间和床铺 让我有些辗转反侧 突破口找到 本不该再烦恼的 但瓶颈期 着实给我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此时 距离一月之期 还剩下十五天 万一哪天 又迎来一个瓶颈期 导致任务失败 那我真是哭都找不到地方 我决定趁早将秦潇拿下 但显然 秦潇是挺有原则的一个小楚男 起码不会随便乱睡 不然也不至于我努力了那么多次 他都不为所动 打动他 还是得靠心 于是 在秦潇回到家 并给我发来安全到家的短信时 我给他拨去电话 他秒接 但开口第一句就是贬损 没必要这么想我 一分钟听不到我的声音 你都难受吗 是的 难受 哎 秦潇在线叹气 魅力这么大 真让我烦恼 我笑着引入正题 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话吗 什么 假扮你一个月女朋友 条件任我开 这是当初秦潇和我的约定 嗯 想好什么条件了吗 我说 我要和你谈真的恋爱 电话那端静了几秒 紧随其后的是 秦潇的好感值 急剧波动 甚至一下子网上窜了五个点 我目瞪口呆 这还没做什么呢 怎么就85%了 这要是真把他睡了 不会直接就攻略成功吧 你就这么喜欢我 秦潇在电话那头傲娇问 喜欢啊 我说 不然我每天追着你跑做什么 我吃饱了撑的呀 好吧 秦潇勉为其难的说 我也不是那么冷漠无情的人 看在你确实喜欢我的份上 他说 我答应了 和你真的谈恋爱 那我现在可以过来亲你吗 滚 秦潇恼羞成怒挂断电话 然后系统提醒 不一会儿 新近男朋友秦潇又发了消息 你根本就是缠我的身子 我担定回复 是啊 不给缠吗 那端没动静了 但系统再次提醒秦潇 好感值上涨两个点 当前好感值89% 我不由的感慨 太可爱了 11 我和秦潇正式进入恋爱 也许和被攻略者恋爱 是件挺奇怪的事 但我不这么觉得 随时能看到 他对我的好感进度条 就好像能获悉 他此刻有多喜欢我 还挺方便的 但作为一名攻略者 我自然也不能因为恋爱 丧失本心 我时刻谨记攻略任务 那就是要趁早把秦潇拿下 女朋友的身份 方便了我对秦潇耍流氓 起码他现在对我的亲密行为 不再抗拒 但他这人是很傲娇的 每每总要等到我闻久了 他才会如施舍般 来损我的唇淡 这样当然会累 我也受不了这委屈 见他又摆出一副冷淡的样子 直接推开他 不主动就别亲了 秦潇这时才会追过来 一手掌着我的后脑勺 一手扶着我的腰 缓缓加深这个吻 缠绵匪策的亲吻自然是好 但就是不长好感 我感觉好感还是得靠睡 于是我挑了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将秦潇一把推倒在沙发上 强势说 你今天跑不掉了 秦潇悄悄咽了咽口水 动作不再抗拒 眼神里静音音有些期待 他明知故问 小绵羊似的 你要做什么 我不爱看他装蒜 直接吻上去 就这么把他睡了 第一次结束 体验不太好 好感值涨是涨了 但不多 就一个点 也就是当前好感值是90% 兴许是我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我总以为睡了秦潇后 好感值会暴涨 结果就一个点 还不如我以前随便聊两句来得多 我有些失望 秦潇却误会了 他以为是我对他不满意 结结巴巴开始解释 那个 那个我有点没经验 弄疼你了吗 再来一次好不好 我不想再来了 就一个点的好感 还不如我随便说两句话好使 我从床上下来 准备去洗澡 秦潇却满脸委屈拉住我 你嫌弃我了吗 其实秦潇这模样挺新鲜 毕竟他过去惯来是巨傲的 眼高欲顶的 头一次见自恋狂如此卑微 我有些想笑 我明仅存 我不该嫌弃吗 我可以再来一次的 秦潇眼神恳切 不 再来几次都可以 我想证明自己 改天吧 主要是我现在有点没心情 累死累活半天就一点好感 这种苦差事谁想干啊 秦潇脸上满是受伤的神情 自那天起 秦潇就变了 大概自恋狂受不了身上有任何一点缺陷 他开始疯狂找我要证明自己 我抱着能长一点是一点的心态 秦潇抱着我将稳轻轻地落在我的肩头 宝宝 刚刚你还满意吗 怎么喊起宝宝了 喊起他的不好听 秦潇抱着我腻呼了会儿 又说 我突然觉得我好爱你 我心说 那肯定 现在可是95%的好感呢 秦潇将头埋进我颈窝蹭个不停 你当初是不是也这样 随时随地想抱着我不撒手的 我很直接地感受到 上次对他的打击可真够大的 都把妖娇大帅哥折腾成年人小买狗了 但训狗要有方针 我失口否认 我可没有 当初都是骗你的 不信 秦潇抱着我又蹭了蹭 才说 你爱我 我才爱你 是你先追的我 我才喜欢你的 我反问他 你现在喜欢我是吧 他害羞地说 嗯 我忙对话系统 出来打卡 他承认喜欢我了 系统 稍而不移 腻了 距离一个月期满 还有七天 但目前离任务成功 就差五点好感值 我自认时间还有很多 放心地和秦潇 谈起腻外的恋爱 但我没想到的是 第二次瓶颈期会到来 好感值卡在99% 然后上不去了 12 察觉到第二次瓶颈期的到来 是在一次时候 睡了 但好感值一点没涨 太过意外 以至于我开始挑秦潇的次 你刚刚是不是不爱我 秦潇满脸委屈 我还要怎么爱你 我就差把心涛给你了 那怎么不涨呢 我疑惑 不解 并拉着他又来了一次 还是不涨 我这才意识到 第二次瓶颈期的到来 此时 距离攻略任务结束 还剩下三天 我只有在仅剩下的三天内 找到突破口 才能取得成功 于是这三天内 我疯狂折腾秦潇 表白 发疯 求婚 我什么都做了 但他的好感值就是不长 秦潇显然也察觉到我的反常 一脸忐忑地问 宝宝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自然不能将攻略任务坦白 只好撒谎 突然觉得好爱你 我也爱你 他会抱住我 系统正式开始倒计时 我陷入焦虑 忐忑 不安之中 拉着秦潇在卧室里做了许久 没别的原因 只是觉得 如果注定要脱离这个世界 那不如先做点让自己不会后悔的事 倒计时只剩下五分钟时 我彻底放弃希望 秦潇躺在我的身边 平静地拉着我的手 宝宝 可以告诉我吗 其实不该说的 毕竟没有哪个攻略者会告诉被攻略人 我是来攻略你的 但或许是秦潇的态度给了我信心 让我想坦诚一部分的事实 我说 其实我不喜欢你的 嗯 一切的一切 我所做的一切 你动心的一切 其实都有别的原因 我艰难道 秦潇转身抱住我 我不介意 怎么会不介意 我说 你喜欢的就是那样的我呀 那个 假的我 如果是真实世界的我 遇到秦潇这样的人 我不会主动 我甚至不敢接近 一切都是在任务的驱使下 我敢亲他 敢吻他 敢聊他 甚至敢睡他 我表现出了不属于我的这一面 而这一面恰好被秦潇喜欢着 可这不是真的我呀 秦潇盯着我的眼睛 认真地说 不论是哪一个你 我都喜欢 我承诺不渝 我知道我不该在这种时刻 为秦潇心动 但我就是因为他这句话 而狠狠心动着 秦潇轻声问 如果最开始的你不喜欢我 那现在的你 有一点点喜欢我吗 都要走了 我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选择向他坦白 有喜欢 很多点喜欢 系统倒计时 正式进入最后十秒 我抱住他 在他耳边认真说 其实我是爱你的 在这一刻 系统提示音书帝再次响起 秦潇好感值上涨一个点 当前好感值为100% 恭喜宿主攻略成功 我睁大眼 一时间还有些不敢置信 如果我爱你 这三个字是突破口的话 那我在瓶颈期的时候 明明就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这次会成功呢 秦潇的话语给了我答案 他说 我感受到了你的真心 我紧紧地抱住他 为刚才那一刻的真心 也为接下来许许多多十刻的真心 晚安